好 首先來看到的 在今天柯文哲他現身了 現身呢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穿著黃色的Polo衫 然後呢 柯文哲的太太陳佩奇 按照法律來講 他是可以大夫提出抗告 他會嗎 還有傳出 他馬上就要被約談 另外審慶金的帳策 驚爆9月10號 驚爆9月10號呢 我們先來看的就是 提訓柯文哲先三風暴 第一個 柯沈 彭三個人呢 他們都是陸續的提訓 不到24小時的差別 是空中來對質 查的是1500萬 第二個 審慶金 欣賞的帳策曝光 第三個就是陳佩奇的角色 現在是非常之關鍵 那我們首先來看到的 就是在今天提訓柯文哲 今天下午1點鐘 北檢呢 他是第一次提訓的柯文哲 那柯文哲穿黃色的Polo衫 黑色的短褲戴手銬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到 他主要查柯文哲 1500萬的金流 那我們知道 審慶金是在昨天下午的1點 今天彭震生是早上10點 柯文哲是下午的1點鐘 那我們就來看重點在哪裡 就是我們講那個USB的部分 這個USB的部分呢 一開始民眾黨還說 1500是下午3點鐘 結果完全被打臉 打臉腫到 他們今天完全說 我無法回答 你可以看到 當時的這個鏡周刊曝光出來 是2022年11月1號 叫小沈1500沈慶金 然後呢 沈慶金DASH 金手人有個名字 然後在DASH1500 所以呢 當時他們就說 1500是下午3點 但是我們要告訴大家 1500不是下午3點的行程 因為在2022年11月1號 柯文哲當天下午跟大同區的 國慶區的區民中心的里長來座談 柯文哲還說到藍白河 新竹換台北等等等等的問題 所以那天不是行程 那那天也沒見沈慶金 那請問1500是什麼東西呢 你今天如果告訴我 那是1500塊 我就說那也太扯 那所以我覺得 連民眾黨不敢講 那是1500塊 現在大家朝向 是1500萬來偵辦 然後我們就來看到 為什麼說是空中的對質 因為呢 昨天沈慶金 今天早上9點10分 第一次呢 提訓了彭振生 但是不是外傳的10點鐘結束 大概是整個約談到12點才結束 他要釐清的是 陳佩琪在小草的晚會當中說 都是彭振生蓋假章 柯文哲不知 這個就要彭振生講 是不是如此 第二個 彭振生跟柯文哲 有沒有收賄 收賄是多少 然後沈慶金呢 他的律師也就是岳芳儒 在今天接近11點的時候 綠件 綠件沈慶金 那柯文哲的1500的金流 也是一個重點 我們要看為什麼在今天綠件 有人說綠件很貴 綠件一次 大概25000塊一個小時 那要綠件的理由兩個 一個是沈慶金要吹冷氣 第二個是沈慶金要做重大的供詞 重大的供詞 就是針對柯文哲 今天被提訓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今天呢 岳芳儒是一個重要的焦點 , 這是一種男生的 叫天啊 著켓文哲 小 убий羊